這很大力耶 十幾公斤重的慕斯天花板 五玉錦突然從天而降 重重砸在好幾位家屬頭上 北市二兵前陣子天花板掉落砸傷人 家屬早上議員投訴 北市殯葬處事後態度消極 突然就是天花板掉下來 然後第一個好像是先砸到他的頭 回顧事發當晚 殯葬處稱 只有一名長者手不擦傷 但這位小弟回家頻寒頭暈頭痛 醫生診斷結果輕微腦震盪 難道連送醫過程都有瑕疵 家屬不滿明明總共六人被砸中 但事後卻只接到三通關心電話 之字未提如何賠償 不過殯葬處澄清 當下都有問有無送醫需求 殯葬處不應該是冷冰冰的 我們的業務雖然是冷冰冰的 但是人是有溫度的 我們就醫療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定會負全責 那我們應該是要做得更好 主動說明就是後續要怎麼協助 來做醫療賠償的這個部分 處長現場置上慰問金給家屬 承諾會將歸費全數退回 這回二兵禮廳天花板出包 新公處望洋補牢 新公處說天花板會掉落 是因為潮濕軟化造成 現在北市殯葬處也在上方 家莊木條固定 材質你說會突然潮濕就變形 這才剛剛才鑽上去的 怎麼會材質這麼爛 材料本身它沒有那個問題 因為微變形的 那個變形量的部分所產生的話 那我們就是透過加進板的方式 來處理這一塊的 全面檢視二兵完工品質 也還給受害家屬一個交代 TVBS新聞陳如環李宗哲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